通報稱 王斌全大搞權錢交易 在職工錄用、醫療器械和藥品採購等方面 為他人謀取利益 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構成嚴重職務違法 涉嫌受賄犯罪 王斌全一直在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任職 曾任該院副院長、黨委書記、院長 2022年1月被查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將王斌全擔任院長的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列為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責任單位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 榮譽綜合報導